我们大家好,今天我做一道菠萝鸡饭 顾名思义,这道菜需要有菠萝,有鸡肉,有米饭 这是一款不一样的炒米饭 首先把米饭加入适量的黄姜粉 拌一下,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香气 还有颜色比较好看 然后把菠萝从一头切开 火肉取出,由菠萝壳备用 现在看一下我们准备的其他材料 腌制好的鸡肉丁,洋葱,菠萝丁,火腿丁,胡萝卜丁 还有番茄酱 炸过的花生米,洋葱酥 我的花生米是烤的 锅热后,加入洋葱 烧炸一下,然后放入鸡块,煸炒至油出,至鸡肉干熟 然后加入番茄酱 再加入胡萝卜丁,火腿丁,翻炒一分钟 鸡肉炒熟了,就可以加入米饭 再翻炒一分钟 如果觉得不够咸,可以适量的加盐 但是不要加的太多 因为鸡肉是腌过的,火腿也是咸的 最后加入菠萝丁,翻炒一下,就可以关火了 今天这道菜的配料远远多于主食,多于米饭 蔬菜,水果,蛋白质都有了 熄火后再加入花生米就可以 好,现在我们要装盘了 今天我不用盘子 用菠萝的壳当容器 这样呢,一是为了好看 二是为了增加香气 招待个客人呢 或者是参加party的 不是很漂亮吗 吃之前撒上洋葱碎 这道饭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订阅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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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